就是裡面就是各位不用看 就是我幫各位主要想要念的裡面就是 當時他取締了之後 那你不能說這個女孩子不能當 這個我們講說適應生 就是店員對不對 就是這個餐廳裡面的店員 你不能說他不能當 那可以但是要怎麼當呢 要什麼要身穿白色制服 這個裡面就是規定裡面 叫做台灣省各縣市旅館飲食店適應生管理辦法 這是1946年6月的事情 然後裡面就有講到說要穿白色 然後其實後來改成穿藍色 就是不是白色是穿藍色 因為白色太容易髒了 在那個飲食店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我幫安哥給大家看 裡面特別講到就是什麼 就是絕對禁止穿旗袍 就是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悲情城市的那個劇照 對就是裡面 就是他不但賠酒 然後還穿旗袍 然後像我們剛剛看到高雄的那個報導 對裡面 他還是賠酒 但是他畢竟他要穿 穿一下那個制服 不然很容易被抓對不對 被抓要怎麼 要被關起來 關一陣子對不對 然後罰錢 對這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受不了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 我幫各位念一下這個第六項 它裡面就寫說 女士應聲招待客人時 態度要莊重 不得東朝西夷 或素人急於一行 看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叫鏡子剛剛那個劇照那個狀態對不對 然後更不得有賠酒猜拳 歌唱 或有謝蕩浪漫之行為 這就是當年陳怡他們搞出來的東西 哎呀怎麼說呢對不對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就是 就是你可以覺得這個東西很認 你很認同 或是你完全不認同 但是你不能夠說 看不到 當中當作沒看到 對好就是當年的政府真的在這樣幹 在這樣幹 那 我就 回頭我們來看這個劇照 就是 如果說就是假設 我們來看這個就是 以當時就是我們講說政府規定的方式 他應該怎麼進行 就是這些女孩子他應該要穿白色或是藍色的工作服 而且他不能坐著 他要站著對不對 然後他也不能拿小費 剛剛那個規定裡面其實規定 不能拿客人的小費 連這個都規定 然後呢就是 然後 背景就是這個我也想講 其實在大家 我看了一些網路的資料 就是 這個地方叫小上海 就是他這個小上海 的這個酒家呢 很多人都認為說他是在這個 就是糾紛 糾紛 但實際上根據原著的 原著的那個劇本 他其實應該在基隆 那這個也實際上是 這個事情是真的有的 就是在當年的在 基隆港的港邊 就真的有一個叫做小上海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個小上海 這是悲情城是電影裡面的 那這個是 就是 我一位就是我去訪問的一位 就是一些一個一個大哥 然後他在家裡面幫我找出來的 就是當年的這個港督 然後小上海 然後基隆市一二路 然後這張當時的名片 收到之後如獲至寶 雖然是破破爛爛的 但是這就是可以感受的出來當年的那種感覺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這個小上海 就是如果是說他在 九份的話 那我覺得 畢竟比較偏遠 在山上 所以 你說天高皇帝園 當時的陳怡的禁令 就是你 不太遵守 這個可以說得過去 但是如果是在基隆港的港邊的話 那這個 這個狀況 其實就 就值得 我們打上一個問號 就是當年的九女 就是在這麼樣市區的地方 然後 就是 就是當時的政府的禁令這麼嚴格的狀況之下 當然上有政策 雖然下有對策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有沒有辦法這麼 正大光明的 好像就是 你要幹得偷偷摸摸的幹嘛 或是說 隨時隨地要 比如說你至少人制服要穿著 之類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不會那麼光明真大 或者是說你不 你不應該給觀眾 一個就是 當時這個好像很正常的感覺 那 反過來講說就是 這可能是當年的 編劇 或者是導演 他 想當然而拿日本時代的 那個就是 我們講說剛剛那個論文對不對 就是 日本時代就是大家說話談爭議啊 或者是一些文藝的一些 一些地方對不對 但是在1945年光復之後其實馬上就變了 這個是當時的 他們沒有考慮到的一點 那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小上海 就是 給我這張名片的這個 這個大哥呢 他們其實他們家 就是在當年的這個 我們講說 港邊的這個小上海 的隔壁 就是他們 他們在日本人遣返了之後 他們去跟就是 總之取得了這個 這個 就是這棟 這個 店面嘛 然後就自己開店 那其實小上海的故事也是這樣子 就是 日本人走了之後 台灣人把他 就把他接了下來 我們繞了一大圈 又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日常的問題 日常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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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